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乡村鬼市》 水生是我儿时的玩伴 我的童年是在南方的一个小村庄度过的 而水生是我最好的玩伴之一 因此他有什么秘密都会告诉我 其中也包括这么一件灵异事件 水生的爷爷死得早 父母都是长期在外地工作 平时很少回来 所以他平时都和奶奶住在一起 他们家里并不富裕 一直住在一栋很古老的房子里 房子比较大 二楼放满了柴草 一楼则有很多不适 平常要是一个人待在这里 这种空旷感也会使人恐惧 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 天气并不是十分好 水生待在客厅和奶奶看电视 看着看着 水生犯起迷糊了 就在他靠着靠着快要睡着的时候 村子里突然停电了 奶奶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蜡烛 便对水生说 水生啊 奶奶 去买根蜡烛 你在家里等会啊 你去吧 早点回来 奶奶答应了 便匆匆地出了门 等到奶奶走了 水生忽然害怕起来 他望了望四周 几间长久没人住而被当成杂物间的房间 那里黑油油的 似乎会突然窜出什么东西似的 水生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感 他忙闭上了眼睛 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过了一会儿 他听到奶奶叫他 水生睁开眼 发现奶奶举着根蜡烛 正微笑地看着他 他很奇怪 村里的小迈步离家是比较远的 奶奶怎么回来得这么快啊 不过 毕竟是小孩子 水生只是想了想 并没有在我身里想 他抱怨道 奶奶 这黑乎乎的可吓人了 奶奶微笑着说 乖孙子 别害怕 奶奶这不是回来了吗 你看 奶奶还给你买了瓶你 最爱喝的果奶 水生惊喜地叫了声 一把抓过了那瓶果奶 只是他忽然发现 奶奶的微笑和平时有点不一样 似乎有些吓人 奶奶说道 水生啊 你赶快尝尝看好不好喝 水上应了一声 拧开了饮料瓶子 瓶子不急 似乎奶奶已经帮他拧开了 水生想着 嘴已经贴上了饮料瓶的瓶口 一股刺人的味道传了过来 这种味道水生很熟悉 平常村里人经常用的农药 就是这个味道 水生放下了瓶子 说道 奶奶 这里面不是果奶 是农药 这个时候 奶奶的脸色突然变得猙獰起来 这就是果奶 快喝 快喝 他说着举起瓶子 不由分说地正要往水生嘴里灌 就在这时 水生突然听到门口传来奶奶的叫喊声 这个奶奶一愣 等忽然灭了 水生吓了个半死 奶奶突然从门口进来了 不禁放声大哭 奶奶急忙点上蜡烛问道 水生啊 你这是怎么了 水生抽抽大大地说 你还问呢 你刚才逼我喝农药 奶奶闻言大惊 自己刚刚进门 怎么会逼得喝农药呢 她急忙追伴水生 水生便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 奶奶望着地上洒出来的农药和桌子上 不知何时用过的蜡烛 才明白过来 自己孙子这是遇上鬼了 幸亏自己回来得早 否则 自己的孙子 还不就不明不白地死了吗 想到这儿 奶奶家也不敢待了 她带着水生急忙到邻居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 奶奶就请了几个半仙 来家里做饭 半仙们用浮水画了一个圈 并在圈里放了几张符后 便开始做起法了 不一会儿 在场的人们便听到一阵凄厉地喊叫声 那符也开始燃烧起来 随着符文燃烧殆尽 那阵鬼哭声也消失了 而水生家里也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邪门的事了 假如说你家要是停电了 却忽然来了你认识的亲戚朋友 那你可一定要注意了 他说不定就是厉鬼 俗话来取你性命的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